我们来看到媒体大篇幅报导 道路最新的也就是第三代的094何浅剑 竟然清晨现身在我们的金像水道 而且全程浮航吓坏了我们的渔民 来 仁俊 全程浮航这是很罕见的吗 我觉得094很神秘 我觉得套一句阿关讲的 我觉得是条冈减构意 你知道吗 你光想浅剑大家觉得最厉害 就叫神出鬼没 我不让你知道我在哪 基本上你就很难找得到 所以你看过去 所有的电影里面找潜舰要用什么东西找 你知道用潜舰下去找 因为你在潜舰 所以你看我们最早的时候不是有提说 我们有几个伏击区对不对 我只要我们的潜舰守住这几个地方 你就没办法来 但他这一次不只是他自己本身扶上来而已 他包含中共的其他的海面上的潜舰 而且他军舰伴随在侧 都在旁边 所以我认为那是有计划 就是我要告诉大家讲 我就是要在这里扶出来 让你看得见 好 过去是不是曾经唠叨过 对 所以捞小馆变成捞到那么大馆 其实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一些很大的质疑 第一个在澎湖海域其实是一个潜水海域 有大概在深度大概50公尺以内 所以为什么航行到这里浮上来 其实很容易搁浅的 是不是因为有搁浅的问题 所以才浮上来被看见 这也是大家质疑的地方 我们有军事专家在这里马上解读一下 是因为那个水太浅吗 的确是因为水太浅 他怕意外 因为David就说 他其实这个船是干嘛 这个船其实说真的 在台湾海附近出现 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吓一跳 你这起弹道飞弹潜舰 你真的是可以摧毁美国的 你跑来我们门口 就不要摧毁台湾是不是 其实大家不要那么紧张 因为其实他既然是要能够摧毁美国 就代表就是说 我要能够在你出奇不意的地方出现 不能老是被你预测 你就在这里出现 那我这个美国摆在那边的潜艇 就等着打你就好了 不是 他会有这种所谓的 就那个任务区转移 所以他可能就从南海 要转移到什么东海 或转移到北海 但是经过台湾海峡附近的时候 那个地方是台湾滩最浅的地方 所以那个水太浅了 水浅第一 然后第二 大家不过都在那边吊小管 他在那个地方 他在做这个航行的过程中 对不对 他只能维持潜望近深度 这个时候我维持潜望近深度 上面又有那么多人在吊小管 那会撞到 撞到最好的办法 我就浮出来 我浮出来 一方面是水太浅 一方面是避免撞到 对 因为多人在那边吊小管 撞到那还得了 那很麻烦 所以我干脆就浮出来 你看他浮出来之后 马上就有军舰在旁边接应 代表其实他的确是有 人均说的没错 有计划近的作为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094 这是第三代 对 那其实你看到这一次 这个所谓动九四 为什么它特别好分辨 其实就是因为这张照片 一般我们在过去的时候 看到这个所谓的潜舰 基本上要嘛就是 水滴状的这一种 可是它很特别是 它在它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潜望塔的后面 有这么大的一个 细称叫做龟背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原先这个中国大陆 做动九二战略核减间 做第一艘之后 后来做这个动九四 那为了要达成它的 这个战略目标的时候 它要放这个所谓巨浪二 跟巨浪三型的这个飞弹 但差别就好 你现在画面上面这个有没有 它后面不是顶着一个 很大的一个东西在上面吗 事实上它就是为了要装巨浪二 因为巨浪二的弹体真的太长 你如果一般要做这个 所谓的直立式发射的时候 它没办法安装进去 所以你看它在这个地方 就把它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凸起物的东西 而且你其实仔细看 一个凸起物 像这个地方全部的 这个它飞弹的那个盖子 全部打开的 有没有 全部一整排全部打开 一边六个总共12枚飞弹 12枚啊 总共12枚 那以巨浪二来讲 因为它可以装巨浪二或巨浪三 它的射程大概是在八千 到一万公里左右 那它打的位置 就成如刚刚校伟兄所说的 它其实可以打到 所谓的美国本土 但我就回来讲一件事情 它就算它要战略区的移转 它今天可以走深海区啊 为什么我要走潜水区 它就是故意要给你看见啊 对 我为什么要走潜水区嘛 那如果是要走潜水区 叫做它必经的航道的话 那你以前也可以走 为什么只有在最近的时候走 这个当然会让大家觉得说 很奇怪 而且你知道其实以巨浪来讲 所以它是故意要休吧 的时候给我们看 因为它现在已经有了096了 所以没关系094让人乒乓箭 而且其实以洞九四行来讲 其实它目前为止 现在看数据上说是六艘嘛 在服役之后 其实洞九四在之前的时候 有因为它的这个规备 有引起很大的讨论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为什么潜见它在水里面 要做这个所谓流星 你看这个 你看你们现在那个照片 就非常明显有个突起物 对不对 你在水里面这种 这种这种东西跑出来 就容易被侦测到啦 讲白点就这样 但是它后来有做 洞九四A型 它就开始去改良 为什么 据说是跟俄罗斯拿到那边 那边的基础 也就是我可能在它的 那个舰体外面的涂装 它给它增加了一些 能够吸收这个雷达反射坡的 这样一个装 让它比较难被侦测到 来 校尾 校尾 我是很外行 所以它比了半天 我也不知道它那个龟背 到底是哪里啊 好 它那个龟背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它这个是因为它你看 它这个地方你看 它从后面 它会整个这样隆起来 这个隆起来是怎样 因为你看它飞弹很大管 这样一根要插在里面 所以指的是这个凸起来 对 凸起来那个龟背 对对对 那叫龟背 对 因为像这种前线 因为它本身如果说 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 这个叫龟背吗 它这个叫帆兆 它后面 刚刚它这个前线 这个地方这一块 这边这一块 对 另一个叫龟背 因为它那个飞弹非常的长 可能比它那个原先 前线那根管子还要长 这里你看 它可能那个前线它下去 它这个管子这样 那个飞弹这样插进去之后 它如果说 它没有做这个龟背 它就捅出来 所以它这边做了一个枕流罩 所以它就做了一个枕流罩 然后这个 它这个其实是过去 俄罗斯非常好流行的 这样一个设计 俄罗斯之前有一种 叫弹道飞弹前线 叫Delta级的 Delta它后面就是用这样 因为俄罗斯的飞弹也很长 因为这个就牵扯到每个国家的科技水准 你这个飞弹如果说 要让它飞得那么远 但是你的这个推进技术又不够好 就是要把它做比较大颗 所以它就做比较大颗 所以就变成说 狗鼻里三胸的 如果它没有弧度 没有凸起来的话 它就痛出来了 但是我要问一下 再问一个外行的话 这个有很厉害吗 它这个可以毁灭美国 你看它这有12颗飞弹 因为它现在是已经有到096 对不对 它现在最新的是096 但是它现在096到底有没有 有人说有 有人说没有 搞不清楚 但是至少现在看得到 094在这边 看得到最厉害的是094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 大家知道最厉害是094 因为它你看 它有12颗飞弹 一颗飞弹大概有6个弹头左右 等于说你看 它这样一艘船 加起来也有大概 其实50个来个弹头 它这个距离可以到 8000到1万公里 也就是说 它如果在躲在渤海 或甚至于它从日本海 这样慢慢躲进 这个白令海峡发射的话 对不对 躲到白令海峡 那基本上就是美国 每一个角落都打得到 这个是美国人 觉得很讨厌的这个地方 所以对这样的 弹道飞弹前线 美国是要随时保持监测 那它这次我们不走东边 因为这几天东边很忙 你那个地方水浅 你可以不要走这边 东边因为最近 美国在举行 最大的规模的 海空联合演习 叫勇敢之盾 然后就在台湾东部的 菲律宾海打得很热闹 反潜机什么东西 多得跟什么一样 密到圣纳福亚多到 所以他如果走那边的话呢 就送给你看 送给你听了 美国会监测到反复西边的意思 这个我要稍微表达 你可给我看表格 不是 我要表达不同意见书 因为如果他走东海那边 就走我们东部 容易被监测到对不对 那你走到这边 浮起来给大家看 不是根本白吗 因为浮起来 有一点就是说 不是 是我说它的意思是 规律作用 因为给台湾人 基本上来讲 就会被水面的这些杂音给混掉 就说它的这个 如果是浮航的话 对 因为它的那个 它是浮航 对 浮航 然后它的那个噪音相对来说 就会被水面 你看一浮起来旁边就有小管盘 你没有办法监测它的数据 还有对 你讲的其实是个重点 就数字上面 我可能在我的那个 就我们最近不是在讲说 什么我们那个 什么海昆号有没有 不是有那个什么 深大回波对不对 有可能就会变成是 校尾讲那个 我的勤收上面 我可能没有你完整的数据 但是我如果透过你今天反潜机抓 肉眼没有办法描绘数据 只有透过这个 对 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洞酒室 为什么它不在东边 要在西边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可能 我发现我们今天讲洞酒室 所有的来宾只要是男生 对 大家都在说洞酒室 你跟着写沸腾 只有邱明雨一个人在那边划手机 邱明雨一个人在那边划手机 我听得懂 我听得懂 那个就是要客树 还对酒室还没有感觉 对 他对洞酒室有 拿那么多通道费 就是要客树 女生对洞酒室无感 小玉姐对这个前进无感 他可能对小管有感好不好 那我们来宾有讲到 那我们来宾有讲到 就确实在这个台湾海啸 他对于小管这个捕捞的 他下去他必须要起来 因为要规避这个水中的障碍物 可是还有可能 大家记得在2006年的时候 我们的小英号 他在那个冲绳上面 他就是在追踪 美国的小英号 然后起来在可目色范围 起来给你看 我现在可以追踪你 所以你看到 其实每个月第七舰队 都有自由航行 在台湾海峡 这个月还没发布 有没有可能 冻酒室就是来追踪 美国的潜舰 这美国的舰 你其实要看的 所以他不一定是 要秀给我们看 对 他有可能秀给美国看 而且重点是 如果今天他是针对台湾 我跟你讲台湾根本 没有招架能力 ATM CMS 像这种陆军的战术系统 我告诉你 你那个打过去 对不对 三百公里 可是人家 这个中国大陆的三大舰艇 青岛 对不对 大连 然后海南岛 你根本没办法涵盖 所以这其实很重要的问题 你别这么说 人家翁晓琳要反攻大陆 你别这么说 加油 大陆在加油 林涛讲的对 对美国耀武扬威 我是念过地理系 台湾海峡 不是 人家现在在讲 军事跟地理系有什么关系 我的地理跟军事 关系可大 台湾 台湾海峡120公里大陆棚 0到200公尺的水深 根本不适合舰艇在那边弄 就是要秀给美国看 耀武扬威一下 好 不管他耀武扬威给谁看 我们再回来 094核潜舰到底厉不厉害 其实老实讲 潜舰本身是个载体 那核潜舰本身 它当然可以在海中拉得长 但刚刚校围讲到一个 那之前人家说 他噪音很大 什么不够厉害 不是 所以我刚刚说 他其实跟俄罗斯这些 拿了一些技术 就是他把这个涂装 事实上可以让他回坡减少 所以他已经改良很多了 可是差别是什么 你知道 因为刚校围提到一件事 就是我如果今天我这个核潜舰 其实不管是核潜舰 或者是神秘中的什么 核潜舰 他差别他刚刚讲的一个地方说 我如果跑到白令海而已 按照老共 其实我们过去大家都听到说 核三位一体 核打极在全世界来讲 其实是最具有威慑力的 那其实老共 他们也不断地做这种宣传 你知道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 这个所谓洞九四里面 我就发射所谓的巨狼二 他真的差别在于是 他缩短了什么 你知道我被攻击地方的应急时间 我从这里打这里 跟我潜舰跑到这里打这里 你觉得时间 觉得那个反应时间 他的时间会变得缩得非常非常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对老共来说 因为之前你们这边 有一张那个空域图 对不对 现在老共不是一直把这个 单面包围 对不对 老共现在不是在空中的部分 现在告诉你说海峡中线不存在 因为他客机直接飞过我们的金马 不只是我们 不只是客机 动机也是 动机也是 没有飞过上空 但是他就在这边跑 所以他的空中 基本上他已经告诉你讲说 没有中线的存在 好 那海上也是 前两天不是有一个 这个奇怪的什么前艇长 开着一个小艇 就晃到淡水河 那我觉得这个如果 你别这么说 不是 现在我们检调说 觉得怀疑他动机不单纯 这应该是阿公的阴廟 那我就讲 如果就海上来讲 是不是一种突川 也就是他突破了 我们今天汉光演习 大家讲了一大堆 又告诉我 没有我一条船就开进来 你说没有 我们防的是大面积的 我们不防这种小的 这也很瞎 所以海面上基本上是突川 但是如果海底下 虽然那个地方不适合走潜舰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 所谓的裁电潜舰 我们不是做这种 核动力潜舰 因为那个地方 确实海底地形不适合 可是潜舰最重要做的是突袭 那他今天告诉你讲说 我这边可以 我这边一样是出现到 那就问题回来了 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顾立雄的那个说法说 我们要有掌握 你是真有掌握还是这样 你如果看新闻是 我们货爆之后 立刻派遣舰艇前往 那就代表那是事后 所以我就讲 你刚刚提到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到底 有没有掌握呢 这要问伟大的国防部 不要靠愚民跟警察 报案撞到东西才才能掌握 按照我跟孝伟兄 就是 第一时间的报 我吊到草刀館